你都猜到在說什麼 我告訴你我說什麼 我有兩個項目 一個項目是回應白允錄 今早在一個論壇裏面 講關於海外人士犯罪後 拿從香港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 我講一下今早林鄭 我來不了因為有其他事情去做 林鄭的回應 以及在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處在香港處在什麼狀態 哪種危險的狀態裏面 好 第一樣就是這樣 我見到今早 我讀出來先稍稍一點 就是我們的廉政專員 在一個我們反貪的會議裏面 她就這樣說 我引述一下 她說知道有香港以外地區的人士 干犯了當地的貪污或者賄賂罪行 而匿藏香港 並不希望香港成為 逃犯的被罪天堂 這樣 OK 好了 第一件很簡單的就是 她說那些海外人士 即不是香港人 海外人士 就在外國犯了罪 然後匿藏在香港 她還說她知道 她說為什麼我們不趕她走 我們貪她的資金 我們貪她對香港有利 我不明白 全世界全靠七十億人 香港都七百萬公居民 七十億減七百萬裡面 任何的人士 如果是你知道她犯了罪的 匿藏香港的 你也可以趕她走 除非你不趕她走 就是希望她繼續留在香港 匿藏 等待外國的執法人員 跟蹤她在香港 或者是 看看她 不告訴她 知道她原來在香港 跟蹤她 看看去哪個國家 然後可以破獲她的貪污集團 全部拉 有可能的 這叫做control operation 不過 你趕走她 同樣達到這個目的 因為你趕走那天 其實外國的政府的執法人員 都會跟著她 甚至你會知道她去哪裏 所以 八穩六專員 這樣說 我們是沒有辦法明白的 或者你可以再問問她 為什麼不趕走那些人 是不是我們香港的政府 很喜歡那些人的錢 或者是公司 或者是資金 或者什麼呢 我不知道 還是她幫我們地產商 買很貴的豪宅 可以拿藏 所以我們 因為官商勾結 所以就特地不趕走她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明白 白專員 究竟她 在說什麼東西 OK 所以請大家 我就對她挑戰了 或者看看白專員出個稿 回應一下我 好不好 我也是熟悉這些法例的 也熟悉這些廉署的運作 或者怎樣去一個入境處 可以取消一個人的逗留的簽證 等等 OK 所以香港是不能夠 成為海外人士的被罪天堂 因為我們可以趕走她 OK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我注意到今早林鄭特首 她就有回應我們的同事 很多關於逃犯引渡條例 逃犯條例 收定她的問題 不過呢 有一點 她就說到 她說 什麼 有人去外國 就是 教外國怎樣對付她 那我不知道究竟她 是在說什麼對付她 不過我只能夠說 我就沒有教別人怎樣對付她 我首先說 我有去外國 OK 有和包括美國國務卿 和議長 貝洛西等等人 會面 雖然我去了兩天 但是呢 我就沒有教別人怎樣對付她 不過在過程中 我要提醒特首一點 就是 這個是 香港現在處於很危險的狀態 林鄭特首 她自己也都將她自己 擺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為什麼呢 無論我們怎樣說都好 每一個國家都緊張自己的國家安全 中國緊張自己的國家安全 所以很希望特首立23條 同樣 人家美國也都很緊張她的國家安全 所以 我訪問美國的時間 我真的聽到 不同層次的官員 議員 她將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是看成 影響國家 美國國家安全 無論是人 資金 人 無論是包括商界 普通市民 和他們的士兵和將軍 你說 真的嗎 你看一下 美中關係委員會的報告 5月9日的報告 她寫了 而昨天 她也訪問香港 有主席 有副主席 有兩個委員 她當著 我們建制派的同事 包括李慧琼議員 周浩鼎議員 謝偉俊議員 我可能說少了 還有兩個建制派的議員 她當著她的面 有同事問她 我不太記得那個問她是誰 好像有兩三個問她 喂 你是不是說笑 你是不是靠客 類似是這樣的意思 還是說大了 那個主席和副主席 說了兩次 我們不是說笑 我們不是靠客 你現在修訂這個法例 是影響我們美國人的國家安全 影響美國資金的安全 我希望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是說要掌他人自棄滅自威風 畢竟 每一個地方都緊張自己國家安全 但是 如果我們的特首 她的眼界視野 和認知 原來是 不知道 愚蠢蠢 嘔嘔嘔 以為人家開玩笑 那香港就 很嚴重 林鄭自己也很嚴重 對不起我講得粗俗了 因為這個字眼是能夠 講到最直接 我心裏面的說話 因為你愚蠢蠢 搞到你自己和香港都這麼嚴重 還有 你是搞到連中國官員都很嚴重 為什麼 不是我們去教他 而是人家有本國的法律 有很多的先例 還有 他已經曾經 那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裏面 有記載 雖然他原本只有九個議員 最後無疾而終 但是今次 我聽說 他們會有人重提這個法案 以這個法案 是可以 好一連串的制裁和針對 包括個人 他可以把李家超 林鄭月娥 韓正 可能張曉明 不批准他去美國 和全球的財產凍結 包括其他更嚴厲的東西 可以加進去 記住 這個是因為人家真的覺得 你是這個修例 雖然你覺得我是一個小小的香港 我修例 我一條例 是體驗公義而已 有啊 昨天我們的建制派同事 重複很多次 葉劉淑議員 講給人家聽 但是人家 如果真的看成國家安全的問題 對不起 如果伊朗 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是 他的艦隊已經有兩艘航母艦 戰鬥群去到 如果你影響別人的國家安全 別人最出於保護 國家安全的理由 等於我們中國一樣 他會有什麼措施 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訴你 我作為一個議員 都有跟他們接觸一下的 我沒有教他們 我不會教他們 我怎麼有這麼詳細 知道美國的法律 但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香港最後 是變成 有一些的官員 愚蠢蠢 不知道我們在玩的局 在玩的賭注是多大 其實這個局 正如鄭特首所說 已經超出了香港 我只是 十天前發了一個公開的聲明 給國家主管香港事務的人 這個公開聲明已經在我的網頁 以及我往後 將它正式發送給林鄭 給了特首辦 特首辦 給了王志民 和張曉明 和韓正 我直接發送給他們 我真的很希望 國家的領導人 愛惜香港 我知道在國家的大的政策 和體制裡面 和面子裡面 和利益裡面 人民的利益裡面 可能香港是不值一提 值得犧牲 或者甚至是一個棋子 不過 我作為香港的議員 我只是希望 國家的領導人 那個眼光 眼界 絕對一定會高於林鄭月娥 希望他們 看著香港 愛惜香港 因為香港的 絕大多數的 都是中國公民 我們的體制 是對國家有幫助的 這個一國兩制 是長期 是對國家的資金 對國家的人員 對國家的交流 尤其是當我們很多的中國 包括香港的人 都沒有辦法去美國 拿到簽證 學術交流 技術交流的時候 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香港作為一個中介點 是讓香港 在中美的九分裏 是有喘息的機會 我只是說這麼多 好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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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聽不懂 on the ability of our chief executive, but look, appoint our national leader to help Hong Kong out of this kind of great crisis.